杨阳一直以来是极为低调的明星 平时很少会出现新闻八卦 大部分时间都是泡在剧组拍戏 他今年一年都在拍新作品全职高手 而且去年已经完成的作品《舞动乾坤》 也在暑期顺利播出 从观众的反馈看来 评价还是不错的 他也得到了更多人肯定 更多的人通过作品重新认识了他 其实很多人认识 他应该是饰演《无情》的时候 虽然他那个时候 还只是一个饰演配角的男三号 但是他俊郎的面容 还是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演员 但是由于这部电视剧剧情很平淡 所以他的发挥空间并不大 所以直到两年前饰演肖奈才开始爆红 其实他不仅颜值非常正 做人也非常正派 对待所有的事物都是很善意的 比如对待粉丝 他都会有意识地进行正面的引导 采访问到对粉丝最满意的是 他总是答希望他们能多多关心公益 夺心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人 当然他偶尔也会有少年的调皮镜 比如会常常利用小的手段 坑粉丝去练字学习之类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他对粉丝表达喜欢的一种方式 也是他希望粉丝本身能变得更好的的一种方式 就像要求自己一样 他总是时刻要求自己上进 虽然平时拍戏已经非常忙了 但是他仍然会坚持学习 丰富自己的学识 多阅读 多看优秀的影片 时刻为做好一名演员努力着 不仅思想上进步 在身体上的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直在锻炼身体的他曾在采访中 透露下一部戏会是一个军人的角色 结合网上其他信息很表明 应该是一个特种兵的角色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这个角色真的是太适合他了 大家都知道 他在进入演艺圈成为一名演员 之前一直在专业院校学习舞蹈 而他的母校就是部队院校 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曾经有军级的人 那军人的角色对于他来说 真的太合适不过了 之前他也曾经说 想演一些更加男人的角色 看来这就安排上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 虽然他曾经饰演的高冷大神 为他圈来了很多粉丝 同时也带来很多质疑 认为他是不是只能演好这一类角色 所以他现在开始尝试新的角色也是好事 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非常新鲜的期待 他本人非常的喜欢演戏 虽然已经演过了很多角色 现在也非常的红 但是现在拿到新的角色 他都会像拿到第一个角色那样重视 作为明星很多人可能只是看到了他们在闪光灯下的光纤外表 但是其实他们也是普通的凡人 也有爸爸妈妈也会生病 比如在拍摄若白和林栋的时候 他的耳朵都曾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若白的时候都是白天拍戏 晚上在医院整宿的书页才能控制病情 即使这样他都坚持拍戏 生病的时候他依然坚持继续拍 甚至在剧组治疗 直到后来病情恶化了 才去了医院做手术 导演对他的敬业精神很是肯定 不过还是希望他在完成演员工作的同时 也能够善待自己的身体 毕竟一个好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你在无意中看到了这篇文章 颜值都这么高了 还愿一看小编的文章 你们有什么看法和想法的